比亚迪旗下的车型目前都已经进入了DMI的超级混动时代 最近他们又有一款超级混动SUV将要上市 这台车就是Sung Pro DMI DMI版的Sung Pro在外观上和燃油版的造型差不多 虽然有一些小的改动但是并不大 这台车和在售的Sung Pro最大的变化就在动力上 该车换装了一套1.5的插电混动系统 发动机功率81千瓦 电动机132千瓦 配磷酸铁锂电池 官方的数据显示该车的零百加速为7.9秒 亏电油耗是4.4升 综合的续航里程为1090公里 和比亚迪其他的DMI车型相差并不多 Sung Pro DMI的外观在比亚迪的车型里算是比较硬派的 无论是前脸的多横幅隔山 侧面的线条还是尾部的造型 都属于硬朗风格 大开大合不像Sung Plus那么精致 Sung Pro DMI采用了一套浅色的内饰 造型和燃油版基本上一致 只是车内的色彩更为丰富一些 目前比亚迪DMI车型的销量都很好 Sung Pro DMI估计也不会太差 大家对这台车其实最关心的就是价格 此前不少媒体预测其起售价可能在15万 但最新的消息表明它可能会更低一些 甚至可能不足是4万 尽管现在还不太能够确定 但如果你想买比亚迪的SUV 那么最好等一等这台车 感谢观看